双合医院爆出是院内感染 有一名一般病人护理师在8号上午因为上呼吸道症状 紧急的就医裁检并且在9号确诊 院方随即也进行了全区的医护病人陪病者裁检 进行相关隔离 在今天的PCR结果出炉 总共是有4名病人3名陪病者 以及2名护理师呈现阳性 目前初步的研判感染源 应该是在该区有病人阴转阳所导致的 现在在双合医院爆出了院内感染最新消息 再来看到是全台现在远警的部分 远警染疫现在人数到6月9号已经超过50个人了 因此站在第一线的远警 其实持续还是冒着风险在执勤 现在在传出新北市三重分局的厚德所远警确诊 一名除工他是在6月2号确诊的 当时有安排24名的42名 抱歉42名的远警来进行快筛 原本都是阴性 结果就在6月9号 6月9号复工前一天的二筛 我们可以看到两名远警现在被验出PCR阳性确诊 为求安全分局现在再次来延长 其他40名远警的自主管理 同时对派出所也进行第三次的大倾销 消毒人员再度前往新北市三重分局厚德所消毒 因为有两名远警在复工前一天二次快筛 确诊染疫 传染源头是锁内楚光阿姨 她身体不舒服 5月26号去医院快筛 当时阴性 但她立刻请假在家 在6月2号接到确诊通报 三重分局立刻安排42名观警快筛 都为阴性 42名远警也都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9号才能复工 但6月8号在24快筛检查 两名远警PCR阳性确诊 全所除两名远警确诊之外 其余40人全都在延7天健康管理 分局接获两人在24筛检时确诊 再度前往派出所大清销 也成立疫调小组建立接触者名单 而截至6月9号晚间7点为止 全台已有51名远警染疫 101人居家隔离 75人自主健康管理 低线接触的远警冒着染疫风险 维护治安协助防疫 在三级警戒迟迟无法解封的现在 民众也得自觉别让破口发声 让警民都安心 记者综合报道 再看到是新北市三峡区的恩主公医院 一名患者入院裁检阴性 但之后就出现了有高烧 胸腔发炎PCR检验是阳性确诊 他入住一般的病房将近一个礼拜时间 所以到9月到6月9号为止 已经是接连交叉感染 同一楼层有7个人 当中还有一名病人是当日确诊死亡 医院是紧急匡列隔离71名的医护跟病人 但是现在有内部的人员来踢爆群聚凶手 就是院方把隔离人员跟一般的这个病人混居 而且又没有做整层的消毒 所以才会接连发生感染的事件 医院群聚事件不断传出 新北市三峡恩主公医院也确定沦陷 11楼病房7人确诊 还有一人不幸身亡 有一阵子的嘛 那这时候就装起来消毒 医院上下风声鹤唳 上个月底先是有两名清洁人员确诊 另一名病患 22号入院治疗 起初PCR阴性 但一周内高烧不退 胸腔发炎恶化 29号PCR确认阴转阳 但过去的一周他都住在一般病房 疑似造成交叉感染 其他三名病患 照服员 看护 护理师 一共7人确诊 当中一名九旬老翁 当天确诊 当天身亡 院内医护更爆料 会发生群聚传染 院方大有疏失 虽然匡列了71人 却让隔离的医护住在院内 和一般病患混居 照服员送餐时 疑似也没着全套装备 更没有整层楼消毒 痛疲院方反应 慢半拍 院方回应一切符合规范 已经给医护最完善的照顾 新北疫情升温中央无力管控 就发状况牵连前线医护 让医疗量能彻底崩毁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 好 看到最近消息提供给大家 在内湖的医殿市传出 有一名摄影师 因为在厕所暴毙 检验之后是阳性确诊者 台北市政府昨天 第一波紧急筛检了 医殿市内部员工 结果出现有11名阳性 但是在PCR检测都是阴性 今天要来进行第二波的黄区筛检 现在150元快筛 结果出炉全员都是呈现阴性的 您看到这位摄影师 他是位棚内摄影师 48岁的男性摄影师 在7号这天 因为他在公司的厕所猝死 经过PCR检测阳性确诊 昨天是快速做了一个快筛 首波筛检166个人 也幸好晚间11个人PCR呢 出炉全部都是阴性 今天持续来快筛 刚提到到目前快筛 结果都是呈现阴性 内湖医殿市大楼门口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替员工快筛 摄影师爆出猝死后确诊 9号紧急筛检166人 11人快筛养性 虽然PCR逆转阴 但10号人再度进行第二波快筛 预计筛检200人 然而这筛检过程 却被许多员工抱怨黑幕重重 我们确实是有收到这些讯息 在红区里面或是直接有接触到的人 并没有被列入筛检的对象 内部员工透露 确诊死亡摄影主要活动的大楼 禁止被列为黄区 反而昏死的次要大楼列为红区 不只顺序怪异 而且员工更不满 许多跟确诊者直接接触者 都没被列入快筛名单 反而是很多没接触的人 先筛检 批评造册根本只是安全名单 质疑是为了让阳性率低一点 很多的讯息都是由主管 用LINE通知给什么员工 可是这个LINE呢 没头没尾 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 你问个副理 或是问管理部 或是问协理 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是很相报 员工的情绪会充满了问号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不满的声音跑出来 不知过程不透明 更有员工抱怨 同公司同层办公的年代 一电视人员 座位明明就在隔壁 某些组别只有一电视筛检 年代人员没筛 做半套的作业意义何在 还有员工爆料 事发后大楼虽然清销 但却只有一楼地面消毒 电梯和其他楼层都没清销 爆发确诊至今疲漏连连 电视台营造公司安全无视的假象 但第一线员工早已人性惶惶 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 在这一波看到 本土疫情死亡个案当中 有一到两成是到院前死亡 死因初步归咎于就是隐形缺氧 领口长庚医院儿科急诊 医师吴昌腾说隐形缺氧 可怕的地方在于 初期你不会有异状 不会有感觉 也不会呼吸急促 但是呢 甚至患者还能够第50 都是一个正常的行动 其实内部的器官组织 已经快速受损了 就以前两到七天胸闷 没办法深呼吸 换气的速度比平常快三倍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嘴唇 手指有一些发青的现象 要注意这几个现象 就是一个罹患的重要临床表现 所以一旦出现 就要赶快提高警觉 而建议确诊者要定期来 监测你的血氧 避免病情急转之下 最近到院前猝死 以及死后才确诊的案例激增 包括一名电视台 摄影记者在厕所猝死 北投一家三口死在家中 都是之后才确诊 指挥中心分析 5月11号到6月7号 296例的死亡个案中 有35人到院前死亡 占11.8% 研判就是快乐缺氧所致 快乐缺氧并不快乐 因为会让你来不及 跟所爱之人说再见 就离开这个世界 在缺氧的状态下 可能脑部已经没有办法 感受他缺氧的状态 去做一个回馈的动作 正常人写氧要打95%以上 98%到99%才算健康 但如果低于94%以下 就得拨打119求救 若是低于90% 就要做紧急处置 像是给氧或者插管 否则死亡就在呼吸之间 医师表示 新冠可怕之处 在于快乐缺氧 初期完全没有症状 不会呼吸急促 也不会喘 甚至患者血氧浓度低于50% 都能正常行动 但内部器官已经开始受损 医师特别叮嘱 就以前2到7天 如果胸闷无法呼吸 换气速度比平常快三倍 嘴唇手指开始发青 都是离病的重要征兆 通常都是一开始 而且心悸会呼吸不顺 走路6分钟 缺氧浓度会低于90% 就是异常 即使你没有任何的症状 一定要赶快就医 国外临床 也有许多快乐缺氧确诊者 被送至急诊室时 血氧饱和度已降至7% 80% 快速增加死亡风险 确诊者得随时随地的 带上血氧机侦测体征 才不会让死神 找上门 记着造号报道 请打赶紫 legislative